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国文一 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上一个讲词里 我们研习明白王子的逐贺宣记 说吏部的失务官何彦哲先生 在自己的家里种了竹子 养了贺鸟 日子过得好不逍遥 有人担心他玩物上智 对他提出批评 老师已经把批评的内容 讲了一部分 今天继续说下去 且君可以寓意一物 而不可留意一物 习之人有好喝而自败 好足而取朝则 皆留意之过也 厌者一之二则 偶依寓意焉可以 而至于明其宣 无乃留意误乎 此非所妄以厌者也 且君可以寓意一物 而不可留意一物 且君可以寓意一物 况且艳哲先生 可以把心意 借由外在事物做表达 而不可留意一物 却不可以把心思 停留于外在事物的上面 习之人 有好喝而自败 好足而取朝则 皆留意之过也 习之人有好喝而自败 更何况以前还有人 因为喜欢贺鸟 而造成国家的魅亡 好足而取朝则 因为喜欢竹子 而给自己招来 别人嘲笑的例子 皆留意之过也 这都是把心思 停留于外在事物 所带来的错误 艳哲一诗二则 偶依一语焉 可以 艳哲一诗二则 艳哲对于竹子和贺鸟 这两样东西 偶依一语焉 偶而一两次 借着叙述它们 来寄托心意 可以那还可以的 而至于明其仙 无奈留意悟忽 此非所望于艳哲也 而至于明其仙 如果喜欢的程度 竟然到达 要用它们来为皇仙 作命名 无奈留意以悟忽 不就是把心思 停留于外在事物 所造成的吗 只为所望于艳哲也 这可不是我对艳哲 所期望的结果 解智者曰 凡人之嗜好必以累 智者要谁 人者要三 以其体制是也 艳哲神清弃合 而今度田旷超然 不类于俗 足以后盖事之 事以好之 贿若为此之简贤 往有之傲物也 且好物人谨至所有也 故首发何如耳 解智者曰 凡人之嗜好必以累 解智者曰 我对这样的批评 替验者提出解释说 凡人之嗜好必以累 大致说来 人的嗜好一定是 以性质相类似 才会凑合在一起 智者要谁 人者要三 以及体制是也 智者要谁 像智者喜欢水的灵火流动 人者要三 人者喜欢三的稳重厚实 以及体制是也 那是因为他们在本性上 适合三水相近似 所形成的 验者神性气和 而精度填矿超然 不类于俗 验者神性气和 验者的精神清朗 心性温和 而精度填矿超然 再加上他心胸淡泊名利 气度开阔豁达 思想也超过一般人 不类于俗 所以不让自己受到俗悟的牵类 足以赫盖世之 是以浩之 足以赫盖世之 这种美德 如果用竹子和赫鸟的 捷径高雅来做对比 大致说来 是彼此相近似的 是以浩之 因此验者才会喜欢竹子和赫鸟 要用他们来为皇间命名 辉若未知之俭贤 皇有之傲物也 辉若未知之俭贤 未知就是春秋时代的未知 根据史记 魏康淑世家和左传闽宫二年的记载 未知也就是魏赫宫的儿子 魏义公 他登记以后特别喜欢赫鸟 让赫鸟乘坐 代夫才能乘坐的车辆 当卢敏宫二年十二月 敌人攻打魏国时 那些被派去战场的士兵们都说 派赫鸟去打仗好了 赫鸟才真正享有魏国代夫的俸禄和地位 我哪有本事上战场去打仗呢 最后魏国被敌人魅亡了 简贤是指漫代贤能 辉若未知之简贤 绝对不像春秋时代 未知那样的漫代贤能 王游是奥物爷 王游就是王子游 是东晋书法名家 王熙之的儿子王辉之 奥物是高傲之物 看清他人 王游是奥物爷 也不像东晋的王辉之 仗是自己有才华 就傲慢地对待周围的人物 且好恶人情之首优也 顾首发何如尔 且好恶 更何况对外在事物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感觉 人情之首优也 这也是人在常情上所必然会有的现象 顾首发何如尔 只是要看他最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如何 才能确定这种喜不喜欢到底是好还是坏罢了 敬王游君之轻而好额 陶渊明达尔好菊 唐李白之雄晃而好白贤 宋周子之贤而好莲花 彼皆四则也 然不屑亦互贵之乐 得度好于此 其亦皆有所欲也 愿者盖亦若是宜 若流零之以酒 主月之一财 卵胡之一那鸡 乐之终身不愿 则其情之弊 似之偏 似艳者所好 其清左相远矣 此何主已为并 敬王游君之轻而好额 陶渊明达尔好菊 王游君就是王羲之 他曾经担任右军将军 所以后世也称他为王游君 轻之且是为高杰 敬王游君之轻而好额 例如东敬王羲之人贫高杰 却深信爱额 根据禁书王羲之传的记载 王羲之深信爱额 曾经为三音道士 抄写道德经 来换取易容的号额 陶明达尔好菊 达字解释为 见识高超不同以留俗 陶明达尔好菊 陶明见识高超 却喜爱菊花 唐李白字雄晃而好白贤 宋周子之贤而好莲花 比戒四则也 唐李白字雄晃而好白贤 雄晃就是豪晃 唐李白字雄晃而好白贤 唐朝的李白个性豪晃 却酷爱白贤 宋周子之贤而好莲花 贤字解释为有才德 宋周子之贤而好莲花 宋代的周敦宇既有才德 却喜欢莲花 比戒四则也 他们都是身在官场上的人 然不屑以富贵之乐 而独好以此 其意皆有所欲也 愿者该以弱势仪 然不屑以富贵之乐 而独好以此 不屑就是瞧不起 然不屑以富贵之乐 而独好以此 然而他们瞧不起财富和权位 所带给人的快乐 只是喜欢这些花卉和琴鸟 其意皆有所欲也 因为这些花卉和琴鸟 都让他们的心灵 找到了寄托 愿者该以弱势仪 愿者大概也是这样吧 若琉璃之一酒 至一向晋朝琉璃 沉迷喝酒 根据《世说心仪》 任诞篇的记载 琉璃沉迷喝酒 有一天酒饮花作 跟他的妻子要酒喝 他的妻子气得 把酒壶酒杯都给砸烂了 哭着劝他要戒酒 他说自己定力不够 一定要向鬼神祷告 在鬼神面前发誓 才有可能戒酒 便请他的妻子整备酒肉 让他对着鬼神发誓 他的妻子依照吩咐 整备好酒肉 让琉璃祭拜鬼神 对着鬼神发誓要戒酒 想不到琉璃 人是跪了下去 嘴上却说 天生琉璃 以酒为名 一饮一福 无斗解成 妇人之言 甚不可听 意思是 上天所以降生我琉璃 那是要让我 以爱喝酒而成名 我一次可以喝上五斗酒 只要让我一天喝上五斗酒 我的酒饮就自然解除了 至于我家妇人 劝我要戒酒的话 我可得千万小心 不可随随便便 就听他的话 把酒给戒了 话一说完 就开始喝酒吃肉 没多久又喝得淡醉如你了 各位同学 刚才王子说特殊的嗜好 谈到浸草流淋的沉迷于喝酒 难道他只有这个例子 可说吗 不 他还另外举了两个例子 我们说下去 主曰之一财 主曰喜欢管理钱财 主曰是欲桌致实 主替的弟弟 根据俊书阮虎传的记载 主曰个性喜欢管理钱财 有一天客人去拜访主曰 看见主曰正在整理他的财物 当客人到达的时候 还有两个小竹箱的财物 没整理好 主曰把两个小竹箱 放在自己的背后 一边和客人说话 一边还用身子 忙着去遮掩他的财物 心里很不安稳的样子 卵胡质疑辣机 卵胡喜欢用辣去涂抹木机 根据《世说新疑》 雅量片的记载 有一次 有朋友去拜访卵机 看他正在用火煮辣 涂抹木机 当他看到客人到了 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不知道在一生当中 我们能穿他几双木机 神情看起来非常悠闲 舒畅的样子 乐之终生不厌 乐之 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喜欢程度 终生不厌 还喜欢到一辈子都不感觉怨倦 折起情之辟 事之偏 折起情之辟 由此看来 这三位先生 在情感上 所遭受的蒙蔽 事之偏 在观念上 所呈现的偏差 事燕泽所好 其清卓相缘以 此何足以为病 事燕泽所好 比起燕泽 所喜欢的竹子和鹤鸟 其清卓相缘以 两者之间 竭境于污卓状况的不同 已经差异很大了 此何足以为病 只有哪里能够拿来 当缺点做评论呢 于由李公使勉文之 曰 事述乎厌者之意哉 于曰 难者难以 而于所欲宜厌者者 不止是 孔子曰 智者要谁 仁者要三 亦知之 以成得也 不然 则图好而已 于由李公使勉文之 曰 事述乎厌者之意哉 我的朋友 李使勉先生 听过我的叙述以后 曰 问我说 似乎厌者之意哉 你所说的这些话 几乎都是厌者 自己心里的想法吗 于曰 难者难以 而于所欲宜厌者者 不止是 于曰 我回答说 难者难以 对 你这句话 虽然是说对了 而于所欲宜厌者者 不止是 但我所期望于厌者的 还不只是谈谈他对竹子和鹤鸟的看法 孔子曰 智者要谁 仁者要三 亦知之以成得也 孔子曰 孔子虽然说智者要谁 智者喜欢谁的灵火流动 仁者要三 仁者喜欢三的稳重厚实 亦知之以成得也 知之解释为借用 成德是成就美德 亦知之以成得也的意思是 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用这种对比的例子 用来成就自己的美德 不然 则图好而宜 不然 假如不是这样 则图好而宜 那么我们所喜欢的 就只是三随外在的行貌罢了 诗其以三章 皆以律族起信 每武功之得基 而自以圣也 赫明二章 皆以赫明为比 言 臣致不可养 而人致不可不成其身也 皆大贤君子自修之时也 愿者以嘉欲已死哉 福天下之力无穷 而学问之功 亦贵亦无疑 愿者曾加之一焉 则固大玄金之也 于足贺之号 灰土蓄矣而移矣 诗其语三章 皆以律族起信 每武功之得基 而自以圣也 诗其语三章 诗经魏风奇语篇的三段诗 皆以律族起信 性质是借着谈论其他的事物开始 再逐渐谈论到主题 皆以律族起信 都举用绿色的竹子 作为话题的开始 每武功之得基 而自以圣也 用来赞美魏武功 能够时常累积他的修德 而到达自然散发出 美德的耀眼光辉 赫明二章 皆以赫明为比 赫明二章 诗经小雅赫明篇的两段诗 皆以赫明为比 笔字是借用别的东西 来续说自己的心智 皆以赫明为比 都借用赫鸟的名叫声 来续说自己的心智 言诚字不可言 而人字不可不成其身也 言诚字不可言 这都是告诉我们 人如果真的有美德 是不可能被掩盖住的 而人字不可不成其身也 因此人不可以不真实地修养 自己的贤德 皆大贤君子自修之实也 愿者以嘉义以此斋 皆大贤君子自修之实也 诗经其遇篇的三段诗 以及赫明篇的两段诗 都是具有大智慧的君子 用来做自我修身的真实经验 愿者以嘉义以此斋 愿者应该在这一部分 再多加用心吧 乎天下之理无穷 而学问之功 亦贵于无疑 乎天下之理无穷 天底下待人处事的道理很多 多到说也说不完 而学问之功 因而我们在求学 请义的功夫上 以贵于无疑 以致解释为停止间断 亦贵于无疑 也以不间断地追求 经尽为罪可贵 愿者成家之一焉 则顾大显君之也 愿者成家之一焉 假如愿者真正在求学 请义的功夫上 在多加用心 则顾大显君之也 那么他当然是一位 具有大智慧的君子 于足贺之号 非土戏语而移语 于足贺之号 他对于竹子和贺鸟的喜爱 非土戏语而移语 就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娱乐罢了 李公曰 子之言 验者所热闻也 何书之以为记 必皆以宣之弊 而朝夕乃官淹 乃为书之 李公曰 子之言 李公曰 我话语说完 李先生接着说 子之言 你刚刚所说的这些话 验者所热闻也 何书之以为记 验者所热闻也 一定是验者所喜欢听到的金玉良言 何书之以为记 记字 解释为传记 何书之以为记 你为何不将它书写下来 让它成为一篇传记 必皆以宣之弊 而朝夕乃官淹 乃为书之 必皆以宣之弊 皆字解释为悬挂或是张贴 必皆以宣之弊 好让验者可以将它悬挂在 房间的墙壁上 而朝夕乃官淹 每天早晚都能够用来 观赏和自我勉励 乃为书之 我觉得李先生的建议很好 因此我就写了这一篇 足贺宣记 延续过足贺宣记的课文以后 老师为他做一个评析 曾经我阅读宋朝历史 对于决戏宋仁宗 而当上大宋皇帝的英宗 竟然会在当上皇帝以后 下到精神错乱 甚至没当几年皇帝 仍旧过世了 心中一直不能理解 怎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多年前我阅读晋朝历史 对于后代习惯说 不知民生疾苦 而引用何不食若迷 意思是 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这句话的原始作者 晋慧帝 内心也有过疑惑 后来我去探究晋慧帝 所以如此说话的背景 竟然发现 晋慧帝内有汉后的威逼 外无强诚的虎弊 别说他身性懦弱 不敢有所作为 就算他敢于有所作为 也是孤掌难民 性命堪忧 因而他需要借由装疯卖傻 来求得苟且脱身 各位同学 刚才老师说 在晋朝曾经有人告诉慧帝说 百姓很可怜 没饭可吃 他竟然回答说 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 后代都认为 讲这句话的晋慧帝 是一位白痴皇帝 因为只有白痴皇帝 才会做这样的回答 可是老师查看 晋慧帝的生平时期 发现他在永兴元年 遭受石超攻击 姬哨为了保护他 能被杀害 当姬哨将被杀害时 慧帝不仅脑筋清楚地 告诉石超说 忠诚也误杀 事后还不许左右 将沾染血迹的衣上送袭 他说 姬世中雪 物还也 由此看来 晋慧帝绝对不是白痴皇帝 他的白痴言行背后 是由他难掩之淫 那就是内有汉后的威逼 外无强诚的腐弊 他必须要借由外在的装锋卖傻 来求得国且脱身 但是宋英宗的处境和静慧帝相同吗 我们说下去 可是宋英宗和静慧帝不同 那内无汉后的亲逼 外有强项含其的辅佐 再加上宋人宗执政四十一年 无论是文治武功或是内政外交 都已经到达相当的水准 怎么还要借慎恐惧 下到食不滋味 睡不安寝呢 而今阅读明朝历史 静心观看土木之变的政局发展 又发现 明英宗和明景帝两位亲兄弟 彼此为了王位的得失 也同唐太宗玄武门之变一样 毫无手足的情意 这和我们民间流传的谚语 答呼也要亲兄弟实在差异太大了 更何况争夺的老半天 能两人各自双眼一臂回归尘土了 算一算活在尘世的时间 景帝活了三十岁 英宗活了三十八岁 这算是长寿吗 算是智慧吗 因此对宋英宗的不想当皇帝 害怕当皇帝 我也比较能够释怀接受了 毕竟身为皇帝的 不见的人人都会运用 因刃而受官 徐敏而择识 意思是顺着部署的才能 受予他适当的官职 而后再寻游他的官职 要求他尽到该尽的责任 这个统一计数 让自己无所事事 就可以安享垂拱而至的 美好名声 在很多时候 当皇帝的还是要操心 要还事 不是天天等着让人高呼 万岁万岁万万岁 就真的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的 不过当皇帝的 有他操心 凡事的压力 当文武百官的 也有接纸承办的压抑 那么当个平凡百姓 就可能没有压力了吗 看看林决明的 以期级别书说 我们知道 当个寻常百姓 压力还是很大的 既然生而为人 我们无法摆脱压力的产生 那么应当如何是好呢 看看先前 但假如我们还想做点事 不想退隐山林 做那话外之民 也没有时间去悠游山水 做那咸饮也喝 或是没有兴致 率耳超姑 创作起诗文 我们应该如何安顿 疲惫的心灵 输解一身的压力呢 本篇文章的主角何臣 他找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盖一间房屋 种一些竹子 养一只鹤鸟 像沃阳修当年 以长书一万件 记录三代金石一文一千卷 秦一章 其一局 九亿湖 吴宇翁 这六一字号六一居士 他潇洒地自称逐贺老人 也把自家住宅 贯称为逐贺之宣 以表示自己满意于 有逐有贺的居家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 他安顿了疲惫的心灵 快乐地过着晚年 何臣这个动作 引起了识人的批评 这位批评者认为 何臣又不是隐士 他公开表白 对于逐贺这两样东西的喜欢 是把心思过度停留于外在事物 将会环物丧志 给自己招来别人的绩效 从文章的叙述来看 这位批评者的用心并没有恶意 可是在观念上 却显得太过于刻板 因为卫义公的喜欢贺鸟 虽然造成了国家的魅亡 但是临和静的提眉勇竹 命入明赫 却获得了世人的礼战 如今何臣不过重几干竹子 既没有白居意 重足百余境的豪气 也没有文童 建竹则孝 字画竹意孝的痴迷 充其量也仅仅是和书册一样 是由于立善空庭 窃兆岩 避门独树 夜艳艳 感觉生活缺乏乐趣 就重起竹子 哪来玩物丧志的可能呢 因而王子在听到批评合成的声音以后 不但盛上合成的人品是神清气和 而精度田旷超然 不类于俗 和竹子鹤鸟给人洁净高雅的印象 是彼此符合的 更何况从古以来 世人对于外在事物的喜欢 本来就有性质清爵的区别 合成对于竹鹤的喜欢 是属于性质洁的幻籌 不能拿来当缺点做评论的 从王子大量举用先行的身在官场 却能够喜爱情鸟 花费而不损伤于品德的实力 我们知道 王子对于合成的遭受批评 不仅相当在意 也极力要帮合成 化解这种无谓的困扰 王子的努力 他的朋友李时棉知道了 他觉得王子是替合成 说出内在的心声 可是李时棉却不有话直说 他故意绕个弯 换个方式问王子说 是束缚验者之意哉 让王子不得不承认 虽然自己是尽力帮合成 化解别人对他的误会 其实自己也期望 合成不要只是喜爱 足贺的外貌 而应该从足贺的喜爱中 学习修养自己的贤德 李时棉问出王子的心声以后 他打铁称热 更进一步建议 王子应该把帮忙合成 化解别人对他的误会 以及自己对合成的期望 撰写下来 让合成可以将他高挂在 房间的墙壁 时常做自我的勉励 本篇文章写到这里 已经功德圆满 有个美好的结局 照理说我也别再多嘴了 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平日多说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但是这句话 假如是用来督促自己 勉励自己 那当然没有问题 倘若这句话 是用来鼓励别人 鞭策别人 特别是已经九十几岁 一如合成这样的人 会不会给他带来 另一种无形的压力 让他在步入人生 最后的阶段 还是摆脱不了压力的 如影随形 那是多么可怜啊 其实人生如果有梦 只要不为非作歹 不伤天害理 总是一件好事 就勇于尝试 让他能够美梦成真吧 像本篇文章的主角 合成 都已经是九十好几的老人了 只不过是盖间 黄间 养只鹤鸟 种几干竹子 就有好事者在旁边 指指点点 要求他要自我耶稣 连王子 李时眠 都认为 应该借此机会 要求合成 从竹鹤的喜患中 去学习修养自己的贤德 没错 批评者 王子和李时眠 他们都是一番好心 一番美意 但对于合成来说 盖房子 种族子 养鹤鸟 又没爱找别人 只是愿我人生的美梦 让我的晚年过得自在 愉快一些 这和再朝再野 又有什么相干 何必用道德 典范 名将利索 将人牢牢地捆绑 让人永世不得脱身呢 中庸说 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 意思是 道德修养 比较低浅的人 成天把道德规章 挂在嘴上 说个不停 就像小和川 一边流动 一边还呱噪不停 至于道德修养 比较深厚的人 他虽然没说一句话 却以实际的道德光辉 完成了善化百姓的工作 孔子的学生 指下也说 大德不宜嫌 小德出路可也 对于河城的众族养赫 我们何谎怀抱着 大德敦化的胸襟 不要对他施加压力 让他小德出路可也 可以尽情地原纳 养赫众族的美梦 或许有一天 当我们走进了竹林 看懂了竹印 或是半夜醒来 听见了赫民 我们也会释放满身的压力 寻回淫怀的欢心 开始欣赏起河城的洒脱 探索起河城为什么能够长寿的原因 而不再挤挤阴影 让自己突然成为人间的庸俗过客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宇宙浩瀚知识无穷 华世教育文化一等 台湾